坐在車裡的富人 對著地上醉醺醺的男子破口大罵 警方趕緊上前安撫 又是一起酒駕肇事意外 事情發生在宜蘭13號晚間 這台紅色跑車行進路口時 沒有減速 直接逆向一頭撞上等紅燈的腳車 這車被撞上後 後退了近兩公尺 被裝駕駛驚昏未定 兩車相撞後車頭都受損 紅色跑車引擎蓋對折翻起 零件脫落四散 整個車頭凹陷變形 地上機油流滿地 被裝的轎車上共有五人 除了李星駕駛和妻子 還有三位小朋友 其中一位還是兩個月大的嬰兒 車上五人都因為有寄安全帶 只受到輕傷 但一車人都被嚇壞了 警方獲報後立即趕往現場處理 對雙方的駕駛施以污氣酒側 其中紅色自小客車的駕駛 酒側只超過法定標準 肇事駕駛酒側只竟然高達1.46 形同爛罪 被一公共危險罪移送偵辦 警方再次呼籲民眾不要飲酒開車 以免發生事故後悔莫及 記者林一聲葉宇娜一蘭報導 開567就是蠟稀的推薦袋嗎